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世界之最频道,每个星期给你说一些世界之最 地球上有许多壮观却带有神秘色彩的历史遗迹 它们的建筑和出土文物似乎远远超越了当时人类的技术能力 所以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都是通过外星人的技术建造,或是由外星人建造的 外星人究竟存不存在,科学界对此没给出明确的答案 所以,我们也不能否定外星人不存在 今天,我找来几个跟外星人有关的可疑文物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文物是否真的是外星人遗留下来的杰作 在开始前,先请您帮个忙为频道点个关注 小本经营生活苦 完成了吗?那我们出发吧 相传,在公元前4500年和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两个时段 有一批称为欧贝德人的外来族群登陆了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及现代的伊拉克境内,这一地区的文化就被称作欧贝德文化 主要标志是彩桃和神庙建筑 欧贝德人的蜥蜴人雕像 19世纪左右,考古学家在伊拉克一带发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古代文物 他们在那里出土了许多七千年前描绘着有蜥蜴特征的红桃制人物小雕像 影像都带有长长的头型,杏仁壮的眼睛,狭长的锥形面孔和蜥蜴形的鼻子 女性雕像大概象征母亲女神 男性雕像的鼻,肩,胸部有很多泥丸 左手直一小杖,人们暂时称他们为蜥蜴人 在当时的欧贝德人来说 蛇,蜥蜴等动物会被用作是神灵的代表 但蜥蜴人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它们是还未进化成人类的地球生物 或是来自外星的朋友 直到今天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答案 苏梅尔文明几乎影响了全世界的文明 也是人类历史上一直最古老 如同开挂一般的文明 它发展于两河流域 距离至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公元四千多年前 当世界上其他人都还在凿石器 时髦、时辅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苏梅尔人已经进入到了数学 天文、水利、建筑、艺术、生物、农业、教育 宗教、法治等高度发达的文明 苏梅尔文明 根据考古学家所发现的一季 苏梅尔人自称黑头人 他们发明了人类最古老的象形文字 线形文字 有着世界上最早成文法典 乌尔纳姆法典 在出土的文物中 他们绘制的星图与现代人毫无区别 上面有日群石 月群石 木星 土星 火星 运行轨迹等内容 这个明显超前的文明 引起众多科学家惊叹的同时 也泛起了诸多问号 比如说 这些文明所掌握的知识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有学者猜测 苏梅尔人的祖先 可能来自遥远天狼星系的行星 另逼入他们的城 安努纳奇用基因技术 将自己的基因和原类进行了结合 创造出了人类 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的起源 后来外星人离开地球前 为了毁掉自己来过地球的痕迹 便制造出了滔天大洪水 不过这时候 却有一个人把外星人的计划 透露了给诺亚 诺亚才制作一艘方舟 保存了人类和其他地球上的物种 但洪水发动后 地球遭到彻底清洗 留下来的人类 就创造了苏梅尔文明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苏梅尔文明 具有着超前的文明和知识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些拥有巨大且夸张眼镜 看起来像戴着护目镜 像太空人一样的图欧尼人 是太空人从远古时期 来到地球时候留下的东西 日本遮光器图欧 距离至今一万三千年前 日本诞生了最初的文化神文时代 神文时代 因制作大量淘土器而闻名 早期的图欧身大 四肢小 制作古桌 到了中期才出现有较多不同种类的图欧 图欧的制作到了后期 工艺日渐进步 从原本简单的简形图欧 走向有两脚 城直立站姿 五官也日渐丰富 其中最受关注的 就是这件文物遮光器图欧 这个小玩意儿身高大约只有35公分 出土的时候几乎都是成破碎四散的状态 专家们判断 这东西可能是为了祭祀 或某种超自然原因 或是在宗教仪式中被蓄意夹碎 这图欧的外形相当诡异 它眼睛有护目镜 嘴巴和耳朵部分 有类似过颅器和接收器的东西 所以许多人猜测 这是外星人来到地球时 降落在日本时的形象 玛雅文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文明之一 它是美洲印第安玛雅人 在与亚非欧洲古代文明隔绝的条件下 对创造的 并且是唯一的一个 法源于热带雨林的文明 玛雅人虽然处于新时期时代 但玛雅的天文成果 与现代天文学和立法 有惊人的接近 有专家甚至认为 玛雅时期已经有太空人 甚至还曾往返月球 玛雅古文明 玛雅古文明消失后 为人类留下无数个谜团 其中最令人疑惑的 是在墨西哥帕伦克古城 发现的帕伦克浮雕 1952年 考古学家在古城内的 国王巴加尔儿式的石棺上 发现了这个 有类似现代宇航飞船的图案 浮雕上除了周围克满花纹图案 还有一个像驾驶的人 手握类似穿脱的手把 脚跟踏在踏板上 座椅尾部像火箭般喷射火源 最前端则是尖形火箭头 整幅图画就像太空人驾驶飞行器 这幅超前卫的图像 让人们不禁怀疑 玛雅文明是外星人的作为 还是人类史前文明的遗迹 这庞纳的画画工程 可不是画在墙壁或画纸上 而是渺无人音的草原上 我猜 除了来自外星的朋友 一般的地球人 也不可能有这能耐 画出那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图案 蒂鲁纳斯卡县 蒂鲁纳斯卡原本是一个 名不经传的小镇 在1939年 美国考古学家保罗乘坐飞机 在塞罗斯草原上空 突然发现许多巨大的图案 镶嵌在大堤上 绵延几公里 这些图案有三角形 长方形 平行四边形 菱形和螺旋形等几何图形 也有蜥蜴、蜘蛛、鲸鱼、鲲鹰、海鸥、孔雀、仙人掌等 动植物的轮 阔图 这些线条状的图形 后来被专家命名为纳斯卡县 专家也发现 这些线条已存在了2000多年 因为当地人既罕见 气候十分浅躁 又四季无风 所以这些地上的图案能一直保存 有人认为 这些图案可能是纳斯卡人 为了分配和占有地下水源 而在地面上表示的家族图腾标记 但是更多人认为 这是外星人的杰作 因为这些几百平方米之大的图案 不仅层次分明 而且间隔适度 有些相同的图案 简直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精准程度令人吃惊 20世纪30年代末 美国人乔治在 哥斯达里加人际罕至的 三角洲热带丛林 山谷和山坡上 发现了大约200多个 制作记忆精湛 大小不一的石头 这些石头有什么作用 有人推测 摆放在东西两侧的石球 可能代表太阳和月亮 或图腾标志 更有人戏称 这是巨人丸的石头 哥斯达里加石球 考古学家曾经借助精密仪器 对这些石球出现的年代 进行了考证 并发现最早的石球 出现在公元前200年左右 而制造石球的过程 一直持续到16世纪 就连原住民也很难描述 他们的具体用处 这些大小不等的石球 大的直径有数米 小的有如篮球 从这些石球精确的区率 可以知道 制作这些石球 必须具备相当丰富的 几何学知识和高超的加工技术 还要有坚硬无比的加工工具 及精密的测量装置 大部分都是用兼顾美观的花钢岩制成 最令科学家和考古学家迷惑不解的是 这些石头所在地的附近 并没有花钢岩石料 如果不是外星人的杰作 难道真的会是力大无穷的巨人的杰作 位于秘鲁安地斯山脉之中的马丘比丘 是印加帝国的遗迹 这座古城坐落于海拔2430公尺的山脊上 四周群山环抱 由于地势血要 加上是破地而起 屹立在乌鲁班巴河谷之上 因此有着天空之城的美称 丁龙马丘比丘古城 马丘比丘是印加帝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学者也称它为失落的印加城市 是世界星期大奇迹之一 同时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保护区 为什么印加帝国的统治者 要在这里海拔2400米的高度 建造这一座古城 考古学家猜测 当时的印加人崇拜太阳神 印加王也自称太阳之子 所以就在这样高的位置建造祭坛 想要更加接近太阳 只是 在就是没有起重机的年代 印加人是如何将重达20吨的花缸石 搬运上马丘比丘山顶 最叹为观止的是 马丘比丘古城的石头建筑 连灰泥都没有使用 完全靠精确的切割堆砌了来完成 修成的墙上石块间的缝隙 还不到一毫米宽 如果没有外星技术的支持 他们真能可以建造这样一个 雄伟的空中城市吗 当中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 刚面试的时候 轰动了整个世界 被世界考古学者誉为 世界地球奇迹 这些出土的青铜造像手工精美 不过青铜人像方面 却跟人类面孔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引起众人怀疑 三星堆文明会不会是 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 中国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人物 青铜文物中 有着和人不一样的面孔 眼睛突出 耳朵穿孔 有的嘴唇上涂着朱砂 眉毛涂着黑影 有的扎扎住发际 编住发辫 他们没有下半身 面部构造看上去就像是 从埃及的古墓里穿越过来的人一样 中国的其他地方还未出土过这种风格的文物 将印度 埃及的人像与其进行对比 也找不到类似的风格 从已经出土的青铜神术 青铜神坛看来 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不低 他们不仅能够制造出做工精美 结构复杂的青铜器物 甚至掌握了直到明朝才被确认的青铜演练技术 而这来自一个比认知最早的夏王朝 还要早一千年的古巴蜀国 到底三星堆文明是不是来自外星人的杰作 我们就等专家来给我们解答 如果真有外星人的存在 也证明另一个可能 那就是外星人不只会到到访日 南美洲或美国 其实他们也来过中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如果你也相信外星人真的到访过地球 欢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吧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世界之最 赶快按下订阅按钮 并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我们下期见